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刺太岁实际上就代表地质的一种关系 比如说这种冲啊 刑啊 骇啊 这种嗑啊 这种相互关系导致的 比如说在2021年 这个是新丑年 咱们知道 新丑年的话地质就是丑土 那么属牛的就是丑牛 它就是白明年 也叫值太岁 所以说属牛的那肯定就是值太岁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冲太岁 就是在所有的翻太岁里面 值太岁并不一定非常严重 但是冲太岁因为是对冲 力量非常大 往往会导致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 但也并非是不好 它有可能是一种剧烈的变动 这个变动肯定是明显的 因为它是对冲 所以说丑魏一冲 所以说属羊的 实际上今年 它一定是冲太岁 实际上我们用红的表示 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然后其次呢 就是形太岁 形太岁的话 咱们说丑魏虚是三形的 那么这个魏虚就是三形 所以说魏跟虚狗跟魏羊 同时又是形太岁 你会发现 为什么我们比较强调属羊的 在心虚眼要注意一下呢 因为它这一年它不光是冲太岁 它还是形太岁 冲形 加在一块 影响力会稍微大一点 再就是呢 害太岁 因为这个丑魏是相害的吧 丑魏是相害 是害太岁 它的力量呢 比这个冲太岁要稍微弱一点 它实际上比形太岁的力量也稍微弱一点 所以说在这些岁的生涉里面 最需要在2021新处年 这个犯太岁的情况里面最需要注意的 实际上就是这个魏羊 魏羊 然后呢 就是这个虚狗 还有五马 当然你是本命年 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另外呢 我们给大家讲 就是这种犯太岁啊 它也要结合你的整个的一个格局 来判断它是一个用神还是一个忌神 到底是用神被冲了还是忌神被冲了 来看一下 也就是说在你整个的格局里面 如果这个年质的这个丑牛 如果是忌神 如果它被冲了 被克了 反而是比较好的 如果它是用神 而且这个关键的用神 如果被冲了 被克了 那反而就不好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好了 这节课关于 这个犯太岁的这个问题 我们给大家 用这种理论知识 给大家讲一下原理是什么 大家知道了 大家就可能去正确地看待 这个犯太岁 好了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